跟胡臭有非常高的相關 如果我有這個胡臭問題 我大概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就會 這兩個非常高的連結 那有這個味道的話蠻困擾 就會造成自己會有點自卑 或者是說 同學、同儕、兩性之間 或是職場之間 或在學校被人家霸凌 波倫止汗的效果 其實就可以破壞 跟改善這個叫做胡臭的問題 改善多汗症的問題 改善這個有時候藝毛太多 女生大概為了禮貌 他可能會剃毛、拔毛、偷毛、辣等等 欸? 到七層 汗臭毛 三個問題 我都被人家霸凌 這三個大概都有點幫忙 可以問一下價錢嗎? 價錢大概是 那如果像傳統的大概是多少錢? 大概好像也是要到五萬到七萬 但是要看它的嚴重度 這個術室的話會有傷口 有疤痕 而且那個做完之後 我們腋下的話要塞一個包布 那你要夾著那個包 所以開完道的時候有點像這個 稻草人 因為腋下夾兩個包包 譬如說很古老的一個術室就是 膠感神經 那大家以前對這個會非常的顧忌 做完之後 代償多汗的患者 他們組成了代償性多汗協會 所以他們有一些病患互助會 所以這個就變成廣為流傳 很多人就望而卻步 因為大家會選擇一個比較能夠快速恢復 可以馬上回去上班 然後不影響生活功能 身體健康的一個方式 所以當天你就可以洗澡 甚至我常跟我的病人講 你當天要去游泳會復反對 其實沒有關係 所以不用做什麼特殊的護理就對了 對 挺多就塗個藥膏擦一擦 那真的是解決大家非常多的問題 對